一個便當 一個哈密瓜 跟一杯飲料 這樣一套組合 你猜要多少錢 應該至少有 大概在200塊左右啦 大概要150啦 不用200 更不用150元 這樣一份主食 三個配菜的便當 外加整顆哈密瓜 沒錯 是整顆 還有一杯飲料 竟然只要99元 我都想說 他會不會 陪本這樣賣 顧客都怕老闆 撐不下去 因為平均一份便當 基本也要80元 一顆哈密瓜 平均要130元 飲料最便宜也要20 加一加這個組合 至少也要230元 基本上我們都賣99塊 每一天的菜色 都是不一樣的 除了整顆的哈密瓜 葉子還會根據季節 挑選不同的水果 像是直接附上半顆 或是整顆的西瓜 半顆西瓜在水果行 也要賣50元 整顆至少100元 有時候還會有鳳梨 一顆鳳梨平均也要 80到90元不等 我以為老闆太狂了 真的物超所及 所以我只要小朋友 一停課我就會訂 這些水果都是業者 自己開車到南部批貨 才可以這樣整顆貨 半顆大放送 真的是超狂 難怪民眾去之若霧 業者訂單爆量 現在想吃 至少要等三個禮拜後 才點得到 這台中綜合報導 會不會停止 至少要等公開 都沒想到